涉及多宗內地旅行團 投訴安排失當的旅行社 細通假期 負責人黃永堅 未有在限期之前 現身旅遊業議會交代事件 黃永堅的女兒打電話給議會 說黃永堅身體不適 不能承受壓力 而不出席會議 旅遊業議會理事會 五人專責小組 經過兩個中會議後 主席梁家駒表示 一致決定暫停細通假期的會籍 直至調查工作完成為止 議會又說 在調查後 如果發現細通假期有違規 才可以終止會籍 議會主席胡紹英表示 今次暫停會籍是史無前例的做法 會將議會的決定 只會旅行代理商註冊處 我們議會的同事多次聯絡他 希望拿詳細的資料 但他都沒有交到資料給我們議會 交這些資料時 都不是很詳細很明確的東西 變成了議會是引用了我們 真是未使用 即是史無前來引用 那個暫停會籍的條款 我們在章程之下 賦予我們理事會的權力 今次動用了來作出 這個暫停會籍的決定 至於黃永堅擁有另一間旅行社 東亞旅運 議會說根據紀錄 黃永堅名下只有一間可營運的旅行社 總幹事董耀宗表示 已經收到黃永堅代表律師的書面回覆 但是一些重要問題 好像酒店確認書 導遊協議書 和內地旅行社合約就沒有提供 並對黃永堅一再延遲會面的做法 表示不可接受 議會指 細通假期可以就暫停會籍 在14天內提出上訴 細通假期就發表聲明 再次就事件向業界和香港市民道歉 並指事件已經交由律師處理 希望將會面沿至今個月28日 到時會親自與旅遊業議會見面 又強調會配合議會調查 香港風頻電視記者大移民報導